2016年11月,一辆有着超高颜值的轻型坦克在中国国际航展上首次亮相 它就是中国最新颜值的轻型坦克VT-5 那么,到底什么是轻型坦克? 在这个重型为王的时代,VT-5又将凭借怎样的性能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 军事科技特别节目,新起点,新装备 带您走进中国最新轻型坦克 看中国坦克如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变 敬请收看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在2016年11月举行的第11届珠海航展上 一款颜值逆天的小鲜肉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它就是首次公开亮相的陆战明星装备VT-5新型轻型坦克 甚至有人说它将会取代两朝元老VT-4成为中国外贸主战坦克 那么这样一款只有30多吨重的小块头 为什么会如此的引人关注 今天的节目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新型轻型坦克VT-5 在第11届珠海航展兵器工业展台上 VT-5轻型坦克 VT-4主战坦克 VN-12旅代式步兵战车等上百种先进的武器装备相继亮相 其中国产最新型轻型坦克VT-5坦克 五沙漠迷彩配城市战套装自动武器战高调亮相 备受外界关注 行内人他看的是门道 一看就知道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什么样的基础水平 所以这方面呢 还是引起了世界很大的一个关注的 这个里面就在这个 这是一个好货 大家都是能看得出来能公认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也体现了我们未来的地面作战体系发展的一个思路 所以这个VT-5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在七星坦克 这个一个总体的发展思路和我们的整体技术水平 VT-5轻型坦克战斗权重三十吨 虽然属于轻型坦克 但配备了大马力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达八百马力 而解放军陆军装备的96A主战坦克 其发动机功率才七百八十马力 而在去年坦克两项上经验亮相的96B坦克的功率是一千马力 但它们可都是四十多吨战斗权重的大家伙 论吨功率的话 VT-5的指标足以于采用了一千五百马力发动机的99A坦克相媲美 它的综合战斗能力在七型坦克里面 那是首持一指的 是首开先合的 当然从战斗权重来说的话 我们应该是比过去的这个 就是从简单的这个七型坦克定义上来说 我们是超越了 七型坦克定义我们过去认为在二十分左右 这个火爆口径在八十五厘米以下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达到过去中型坦克这样一个要求 VT-5轻型坦克的火力系统 采用了九四式的一百零五毫米线堂坦克炮 作为英国L7型一百零五毫米坦克炮的东方后代 这种采用了加长深管的坦克炮 具有强大的穿甲能力 可以在两千米外轻松击穿五百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 VT-5的这个105毫米的火炮 配上我们新型的穿甲弹的话 你一般的来个车辆或者来个新型的装甲车辆 我一炮就可以把你在远距离间给你摧毁掉 两公里左右的时候 我可以用直瞄射击给你摧毁掉 用更远距离的距离上 比如说四五公里上 我可以用这个取射的方式 间接射击的方式 我可以摧毁你这个相关的一些火力威胁 2016年7月 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列装中国空军 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关键性一步 在现代战争中 战略投送力大多是依靠空中大型运输机来进行投送 因此对于地面作战平台的要求就比较高 因为在运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要想运送最大程度的战力 就要求作战平台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 而VT5轻型坦克30吨的重量 仅是九九式主战坦克的一半 按照运2066吨的运载能力 可以装载两辆VT5 实现7800公里的远程度数 提高了战略投送能力 但是换成我们的轻型坦克的话 这个能力就可以得到倍增 我们国家复原辽阔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都是五千来公里 五六千公里这样一个距离的话 那我们有比较好的 空中机动投送的那些话 对优化我们的力量布局 特别是我们地面作战部队的 力量布局和结构布局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考虑的一个基点 据专家介绍 VT5轻型坦克装备了先进的 复合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 更有国外媒体称 珠海航展上展示的样品 在炮塔侧和车体侧装有特殊装甲 这是坦克能够抵御火箭炮和高爆反坦克弹头的武器侵袭 此外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地形 VT5还采用了液气悬挂系统 该系统的弹性元件变形更大 吸收的冲击能量更大 这种系统可以灵活调整车体高度和纵轻 使时坦克的前后左右抚养 在保证VT5的行驶速度的同时 也会使得其更加适应不同的地形环境 过去的轻型坦克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在哪 在防护力比较弱 那么我们的VT5的防护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VT5外面还可以加装这种反应式装甲 用螺丝给拧上去反应式装甲 可以抗击像穿甲弹 破甲弹 射甲弹 这样的一个反装甲武器的打击 这个就根据你作战强度 烈度的比较高的时候 或者说面对着敌方的重型坦克的威胁 主带坦克的威胁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装这种反应式装甲 来提高它的综合防护能力 这是实现了一个防护力的突破 2016年11月 一辆有着超高颜值的轻型坦克 在中国国际恒展上首次亮相 它就是中国最新颜值的轻型坦克VT5 那么到底什么是轻型坦克 在这个重型为王的时代 VT5又将凭借怎样的性能 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 军事科技特别节目 新起点 新装备 带您走进中国最新轻型坦克 看中国坦克如何由中国制造 向中国制造转变 敬请收看 珠海航展上的小鲜肉VT5 可以说是一出场就转足了人们的眼球 同时也把看似早已淡出世界兵器舞台的轻型坦克 再一次推上了焦点 要知道在坦克的设计发展史上 最早出现的坦克就是轻型坦克 在第一战前也是风靡一时 那么作为坦克的开山鼻祖 轻型坦克后来为什么会渐渐的销声匿迹了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轻型坦克作为支援步兵的战斗车辆 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最早生产的有特二六 特二七等轻型坦克 生产数量达三万多辆 美国自1933年生产多种型号的轻型坦克 数量达两万七千多辆 是轻型坦克的新盛时期 在坦克的发展史上 应当说轻型坦克的作战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因为在到五六十年代之前的 主要的一些战争行动当中的话 表现在突出的或者是用量最大的 还是轻型坦克 所以从坦克发展来说 从坦克的使用来说的话 轻型坦克的作战的实力是最多的 但由于时间比较长了 大家慢慢淡忘它了 轻型坦克外形小 重量轻 速度快 通过性高 获得了很多国家的青睐 轻型坦克一个在主要的用途在哪呢 就在一些特殊的作战领域 例如像两次作战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轻型坦克可能在投送上面 体会它的优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空降作战 空降作战里面对坦克的要求 那么轻型坦克也可以满足 而重型坦克的话 或者说我们的主战坦克这个 在这个空头里面 它一般来说很难派上用场 因为它的这个重量太大 一般的运输机运不了 即使能运的话 速量也非常有限 所以在这个领域的话 两栖作战和这个空头作战当中 空降作战当中的话 这种轻型坦克可能就是一种唯一的选择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随着坦克技术的发展 轻型坦克由于火力和防护性 远不及各国投入战斗的中型和重型坦克 致使该类坦克受到了冷落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随着主战坦克代替中型坦克参战后 轻型坦克在许多国家陆军中 都不再作为主要装备 并逐步演变成侦察坦克 坦克兼机车 散兵战车和登陆车等 它的一个重大的缺陷在哪 一个是本身的火力比较弱 火炮口径小 火力的这个威力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防护能力也比较弱 它重要的一个优势在哪 就是轻 轻在哪呢 主要的轻轻在了这个 因为大的框架结构都是差不多的 轻在了防护能力上面 那么你防护弱了之后 那么面对一个可能 对方是一个60灯左右的主战坦克 你是一个40灯左右的话 那对方的这个火炮可能能击穿你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坦克与坦克之间作战之后 慢慢就觉得这个口径小了 防护弱了 战场生存能力就不高 那么就开始发展中型的重型的坦克 那么到二战之后呢 就开始把这个中型和重型的 慢慢融合起来了 叫发展叫主战坦克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叫主战坦克 实际上就是中型到重型的 这样一个结合 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技术的发展 和各国武器的对抗 坦克机动性 防护性 火力性 得到了很大提升 然而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坦克性能的增加 直接导致了坦克体积 和重量不断加大 现在世界上知名的 豹2坦克 M1A1坦克 M1A2坦克 重量都达到了60多吨 甚至70吨 在一些特殊的使用环境下 比如松软路面 沙漠雨林 甚至是一些国家 承受能力只有20吨的桥梁中 这些大型坦克的通过性 急剧下降 你想每个国家 它这个地理环境 作战特点都是不太一样的 轻型坦克的发展 我想的话 在世界上 大多数主要国家 把主要精力 放在重型主战坦克 发展这个领域的 这种这样一个 相比较而言的话 轻型坦克 在一些中小国家 和以地面部队为主的 这些国家的话 人员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 可以说是轻型坦克 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 到了二战期间 坦克技术发展迅猛 坦克炮的口径呢 是越来越大 装甲防护越来越厚 坦克的重量也水涨船高 中型和重型坦克 逐渐成为装甲部队的主流 轻型坦克呢 也就逐渐的被冷落了 尽管目前世界上 生产坦克的国家 都几乎不再发展轻型坦克 但这并非说明 轻型坦克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 早在2013年4月27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头戴钢盔 身穿迷彩服 登上日本伊灵式坦克 为选举宣传作秀 一时间 引起人们对日本伊灵式 主战坦克的关注 伊灵式主战坦克 属于日本在第三代主战坦克 和第四代主战坦克之间 发展的型号 是针对日本破碎多山地形 和发达的公路网间 机动作战的思路开发的 骑车身小巧轻盈 全液系悬化 给丘陵地区作战 提供了良好的 内部机动作战环境 伊灵式坦克的权重 比其他国家的主战坦克 轻了8到15吨 这个重量 使之能够通过 日本国内的绝大多数 桥梁洞寒 还可以凭借 日本现役坦克牵引车的运输 四处机动 因而可以在日本各岛部署 由于上一代90式坦克自动较大 10式坦克将会是 G740坦克之后 日本新一代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机动部署的主战坦克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 它过去在轻型坦克的发展上面 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它可能考虑的是 沿海地区的这种两栖作战的 这样一些任务 它也有所考虑 当然日本按照这个 它现在的宪法的规定的话 它是不能拥有像 海军陆战队这样的 进攻性的力量的 但是日本也在搞变通 那么日本现在一方面 是从美国勾进一些 两栖战斗车辆 另外一个 它也想在这个 10式的火力突击车的 这个基础之上 搞一些那种 轻型的 两栖用的这种坦克 2016年12月 在中国第十一届 珠海航展的一个月后 在美国本宁堡举行的 曼沃肯 2016展览上 军工巨头 BAE系统 再次拿出了 沉寂很久的 M8AGS 轻型坦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 美国陆军大规模退役 最后一种轻型坦克 谢力登坦克 早已开始全面重装夹化 但对轻型坦克的需求 一直存在 特别是从1996年开始 美国陆军 相继开始了四次 研发轻型坦克 主战平台的努力 但前三次的 M8装甲火炮系统 FCS系统 斯特赖克机动火炮系统 不是项目被砍 就是部队使用效果差 VT5型的 这个轻型坦克的 综合能力 应当说是 优于美国过去搞的 后来放弃这个M8的 因为什么呢 你想M8的 这个战斗权动 大概不到20分 但是我们这个 VT5的战斗权重 应该说是35吨左右 这样一个水平的话 应当说比它要重得多 这个重得多里面 一方面比肯定的 相关的武器系统 这一块的话 更全面 更先进 还有一个呢 就是综合防护能力 也要显著的提升 所以我们就要实现了 信息能力的 达到了这个 重型主战坦克的 这个三代改机型 这样一个发展水平 而在防护力上面 在机动力方面 在火力方面 也是实现了一种 全肯式的发展 目前世界各国 纷纷推出 轻型坦克项目 有的是老瓶新酒 有的是全新设计 比较有名的 由美国最新推出的 格里芬轻型坦克 验证平台 波兰的PL-01 轻型坦克概念车 瑞典的CV90-120 轻型坦克等 而美国陆军 目前尚没有轻型坦克 只能以斯崔克火力突击车 客串轻型坦克 VT5轻型坦克 作为中国外贸出口坦克的 一员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填补了 国际武器市场上 轻型坦克的空白 这个坦克 我想它的国际市场的前景 应该是不错的 也可以说是 再先进的轻型坦克了 代表着 世界上的轻型坦克的一个 发展的 树立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给其他国家 在满足自身的 对坦克这种武器系统的 需求上面 找到了一个新的选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将来也可以向世界 提供中国制造 这个制就是智能化的制造 如今 VT5的横空出世 再一次掀起了 轻型坦克的热潮 可以说是老树开心 而VT5动力足 火力强的优秀性能 也使它打上了 中国制造的标签 那么这一次呢 不再是制造的制 而是智慧的制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根据美国海军日前声明 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首舰 福特号99%已经完成 可能于今年4月交付美国海军 那么福特号究竟是一艘 什么样的航母 为何会再三难产 在成本超支 进度落后的情况下 福特号这一次能否如期而至 本期军事科技 带您走进美军最强航母 福特号 敬请收看